大家好我是蓝爸爸 今天呢是一期特别节目 为啥呢 因为这个周啊本人过生日 咱们来说一个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的电影中的人物 他便是中世纪著名的苏格兰将领起义领袖 也是好莱坞经典电影勇敢的心的主角威廉华来世 威廉华来世大约生于1270年出生地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呢是在苏格兰伦弗鲁军艾尔德斯利 这种说法的依据呢 是15世纪的引游诗人瞎子哈利写了一部长篇史诗 名字就叫 《艾尔德斯利骑士威廉华来世爵士的行为和事迹》 里面呢就讲述了华来世的评声 并且断言呢华来世的父亲是艾尔德斯利的一个小贵族 名叫马尔科姆华来世 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在后来人们发现了带有华来世私人印章的信件 这封信是写于1297年10月11日的 是寄给德国吕贝克市市长的 这上面就提到啊 华来世的父亲名叫艾伦华来世 在同时期的史料中呢 苏格兰艾尔郡有一个小贵族就叫艾伦华来世 那么有可能就是他的生父 也就是说呢 华来世也有可能生在艾尔郡 但是呢这种说法没有其他佐证 不能证明艾尔郡的艾伦华来世就是威廉的父亲 只是一种推断 然而可以基本确定的是呢 他肯定是出生在一个小贵族家庭 因为他自身呢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而且通晓一些军事常识 这在当时的平民阶层不可能做到的 华来世的早期生涯并不明确 在他成长的年代 苏格兰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由国王亚历山大三世统治 整个苏格兰处在一个相对和平和稳定的时期 结果1286年 亚历山大三世坠马而亡 死后没有留下子嗣 唯一有直系血缘的后代 是远在挪威的外孙女 被称为挪威少女的公主玛格丽特 当年的玛格丽特只有三岁 由于年龄太小 他的父亲挪威国王爱里克二世 就说呀 等孩子大一点 这样他坐船渡海 我都放心一些 苏格兰这边呢也同意 这么小的孩子啊 来了也走不了事 咱还得费劲照顾他 于是呢 这些上层贵族就组成了监护人会议 暂时打理国家的事务 直到1290年 玛格丽特终于开始从挪威扬帆起航 结果呢 眼看就要到达苏格兰本土的时候 与苏格兰东北部的奥克尼群岛离奇身亡 这一下国王的血脉就断了 苏格兰上层一下冒出了13位贵族 声明自己有继承王位的权利 甚至玛格丽特的爹 挪威国王爱里克二世 都舔着个脸说呀 苏格兰王位是我女儿的遗产 我有权支配 那你可想而知呢 这些所谓上层之近的利益争夺 是多么的赤裸跟恶心 那么在这些王位候选人之中 最有利的两位就是 加洛伟领主约翰巴里奥 和安南戴尔领主罗伯特布鲁斯 注意这个罗伯特跟后边的苏格兰国王 罗伯特一世 是祖孙关系 这些候选人们争得不可开交 眼看就要爆发内战 人们寻死不行 可以争论不能打仗 对吧 于是呢就赶紧找来了旁边的英格兰国王 爱德华一世来仲裁 此人以手段残暴著称 外号长腿 因为他的腿特别长 长腿一看这不送上门的肥肉吗 于是就跟苏格兰贵族们提条件 想让我出面仲裁可以 你们得认我做苏格兰最高宗主 以后包括苏格兰国王在内的 所有贵族和上层都得听我的 你说苏格兰人傻吗 找别人来帮助你选国王 其实早在11世纪开始 苏格兰就是以英格兰附庸的地位存在 苏格兰国王不仅要经常向英王表示忠诚 而且有时候没有英王的允许 苏格兰甚至不能加冕国王 就跟古代朝鲜跟我们中原王朝是差不多 朝鲜大王得得到中原皇帝的册封 才最有说服力 但两国是各自独立的 其实长腿在候选女王玛格丽特 还没死的时候就插了一杠子 他运作自己的儿子爱德华二世跟玛格丽特结婚 到时候呢 自己儿子继承英国王位 等于把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 那合并以后肯定是听英国这边呢 苏格兰那边又穷又弱 女王还是一小孩 结果是玛格丽特死在了半道上 长腿也泼了一掌空 这次倒好 正愁着瞌睡呢 人家给送枕头来了 苏格兰贵族们为了王位的事赶紧有个结果 就勉强答应了长腿 然后大家就一起开大会 最终选定了约翰巴里奥为新国王 在1292年加冕 接下来呢 长腿开始了他吞并苏格兰的恶毒计划 这先是不断打压新国王巴里奥的权威 不仅让他跟苏格兰其他贵族一起 当面向自己宣誓效忠 甚至直截了当的羞辱他 然后呢 开始盘剥苏格兰贵族的利益 要求苏格兰出军资和士兵攻打法国 以试图削弱和控制整个苏格兰上层 巴里奥一看你这太过分了 欺负人也不再这样呢 于是呢 就暗地里跟法兰西结了盟 约定一起对付英国 结果长腿不仅腿长 耳朵也长 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 长腿心里很高兴 就等你们走这一步呢 于是在1296年 长腿以报复为由出兵苏格兰 开始光明正大的吞并这个国家 巴里奥根本无力抵挡 在当年宣布退位 之后被流放到了法兰西 长腿几乎把整个苏格兰都纳入了自己的掌控 开始在各地设立官员和机构 面对近乎于亡国的状态 苏格兰人民愤然起来反抗 很多地方都先后爆发了起义 而威廉华莱士正是其中一颗闪耀的明星 1297年5月 华莱士率领一众人 在苏格兰拉纳克郡起义 杀死了当地的英国高级治安官 这个治安官也叫威廉 洋人叫这名的特别多 自此呢 华莱士成为了第一批挺身起来反抗英王暴政的人 并且很快 他的名声就在苏格兰人民之中传开 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格拉斯哥主教罗伯特·维莎特 都给予反抗军祝福 以至于威廉 道格拉斯爵士都加入了华莱士的行列 又来一个威廉 6月 声势壮大的华莱士和道格拉斯 计划夺回苏格兰的圣地斯昆 这里是历代苏格兰国王加冕的地方 有一块石头叫做命运之石 或者叫斯昆石 国王会坐在这块石头上进行加冕仪式 如今已经被长腿爱德华给搬到了英格兰 并且制作了一张宝座 把斯昆石垫在了底下 以此来象征苏格兰被统一在英王之下 据说长腿抢走的这块是假石头 真的已经无从考证了 然而不管真假 此后历代英国国王都在这张宝座上加冕 而苏格兰也一直在要求返还斯昆石 直到1996年 英国政府才最终决定正式将石头还给苏格兰 但是一旦有了新的英王登基 就必须将石头运回来 还得搁在椅子下面 一共新国王加冕 所以说明年查尔斯三世举行加冕仪式的时候 屁股底下会垫一石头 话说回来 听闻华莱士和道格拉斯要对斯昆动手 在当地由英国任命的司法官威廉·奥梅斯比 一溜烟就跑了 华莱士和道格拉斯的作战计划 也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几乎在同一时期 苏格兰北部的贵族安德鲁·莫瑞也以国王约翰·巴里奥的名义举兵 并且迅速控制住了自己的领地墨瑞省 开始向北部其他地区的英国统治势力进攻 一时间整个苏格兰狼鹰四起 遍地揭竿 此时的英王爱德华一世 正在集中精力跟法兰西周旋 得知苏格兰人又起了造反 赶紧派出了一支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部队 北上镇压 1297年的7月份 苏格兰反抗军和英国军队在欧文附近相遇 结果苏格兰阵营爆发了很大的分歧 许多起义的贵族 在见到了英国人明晃晃的战刀和高大的战马之后 都觉得我们干不过人家 于是双方进行了漫长的谈判 最终贵族们决定向英国军队屈服 起义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华莱士对此非常的失望 只有以他和安德鲁·莫瑞为主的一些残余力量 仍然选择坚决抵抗 至此 两位年轻的起义军将领成了一对难兄难弟 之后 华莱士带领自己的人马引入森林之中 开始了丛林游击战 神出鬼没 抢夺物资摧毁设施 打完就跑 并且还对那些主导与英军苟合的贵族进行打击报复 当然 还有一些贵族在背后是一直支持着他们的 要不然光靠自己打游击 那得猴连马月才能把英国人赶走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 许多贵族之所以愿意跟英国人妥协 是为了给华莱士等人创造时间和空间 以便他们积蓄力量向英国军队发起反击 而统领英国部队的两位爵士 看到苏格兰贵族们都怂了 就剩下两个小年轻领着一帮乌合之众在搞破坏 也没放在心上 觉得苏格兰问题已经解决 于是就领兵难撤 由此可念华莱士和莫瑞在英国人眼里就如匪类一般 不知一提 等着英国人一撤 这俩人又冒了出来 开始重新收复失地 英国人回头一看 这怎么又开始折腾了 于是重新组织起兵力 再次向北进发 1297年9月 华莱士与莫瑞合兵一处 开始进攻邓迪城堡 再次北上的英国军队 由萨里伯爵率领 以2000重骑兵和7000精良步兵组成 共计9000人 浩浩荡荡杀将过来 华莱士得知消遇之后 赶紧与莫瑞率领300轻骑兵和5000到6000名长矛手前往祖基 双方相遇在福斯河的斯特林桥 萨里伯爵在南岸驻扎 华莱士和莫瑞则主动占据了河北岸的一处高地 看到对面山坡上苏格兰人一身破烂的装备 萨里伯爵根本就不以为然 在9月11日清晨 让弓箭手进行了威慑性射击之后 英格兰人的骑兵和步兵开始过桥 因为这座桥非常的狭窄 据说只能容纳三人并排行走 所以整个过程是十分缓慢的 而华莱士与莫瑞命令士兵不要贸然发动进攻 想最大限度的击杀过桥的敌人 等到英格兰人的士兵差不多有5000人渡过斯特林桥之后 华莱士一声令下 所有长毛手冲下高地 向正在过桥的敌军发动袭击 英国人这边都已经过了大半赏了 本以为苏格兰人定是不敢进攻了 谁承想呢 一眨眼的功夫啊 明晃晃的长毛就已经到了自己眼前 由于根本没有展开阵型 所以啊 已经到达北岸的英格兰士兵一时间大乱 开始往后退缩 结果呢 跟过桥的人拥挤在了一起 竟然使得斯特林桥承受不住重量而倒塌 大量英格兰士兵落水而死 再加上苏格兰长毛手在桥头一股脑的桶 使得英方的死伤达到了5100人 苏格兰这边虽然也有伤亡 但相对较少 英国统帅萨里伯爵一看大事不妙 赶紧领着剩下的残余逃之夭夭 华莱士和莫瑞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这一战可不得了 是自打苏格兰被英格兰吞并以来 在正面战场上的第一次胜利 极大的鼓舞了人们的士气 而且是以少胜多 创造了步兵战胜重装骑兵的奇迹 唯一的遗憾便是啊 莫瑞在战斗中受了重伤 以至于在当年11月就去世了 华莱士痛失一位并肩作战的战友 在将英格兰人彻底赶出苏格兰之后 华莱士决定乘胜追击 进入英国本土进行打击报复 随即啊 他便率人在英格兰边境烧杀抢掠 据说席卷了700多个村庄 满载战利品回到了苏格兰 这一下苏格兰高潮了 自打从娘胎出来 就只见过英格兰欺负苏格兰 今天咱苏格兰人竟然也能进入英格兰境内抢东西 加上之前指挥了斯特林桥大街 华莱士的声望陡然提升 被贵族们奉为绝世 苏格兰保卫者可以参政议政 就在苏格兰人沉浸在喜悦之中时 英王爱德华一世终于跟法兰西达成了停战协议 返回到了英国 长腿虽然在周边国家眼中是一个残暴的国王 但是在英格兰人心里 他可是一位英武明君 能争善战精于外交权术 为英国掠夺了大量的土地和财富 单论个人能力绝对是一等一的 他一回来 苏格兰人的高兴可就到头了 怒不可遏的长腿立即组织起兵力 于1298年4月再次亲征苏格兰 很快就攻下了南部的一些土地和城堡 而苏格兰这边伸之长腿的厉害 只是跟在他后边不停的骚扰 不敢正面应对 希望可以消耗掉英国部队的补给 从而让他们自己撤退 长腿这边由于准备的匆忙 物资供应上确实有些问题 本身也想着速战速决 就在英国部队停在爱丁堡整顿的时候 忽然探听到了情报 说有一对苏格兰人正驻扎在斯特林郡的福尔科克 领头的正是风头无两的威廉华莱士 长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兴奋的一拍大腿 天赐良机 正愁着没机会正面开战 而且还是自己想要打击的首要人物华莱士 于是立即率领重骑兵与步兵 往华莱士的驻扎地进发 而华莱士可能尝到了斯特林桥之战的甜头 并没有选择回避 反而让士兵严阵以待 准备迎接进攻 不多久 英国人的部队就赶到了 以2500名重骑兵和12500名精良步兵组成 共计15000人 华莱士这边仍然是以长毛手为主要部队 配合少量轻骑兵和攻守 共计6000人左右 通过上次胜利的经验 华莱士明白 一定要着重对付英国人的重骑兵 这样才有机会胜利 于是便特意挑选了一处沼泽地步阵 并且让长毛手分成四组 各自围成一圈 所有人矛头向外 圈里面塞满弓箭手 以四个刺猬阵对应重骑兵的冲击 而英国人这次也学聪明了 不再轻敌冒进 选择绕过赵德蒂 从侧翼向苏格兰人发起冲锋 一上来呢 华莱士的轻骑兵和大部分工兵就被冲散了 只剩下四个侧尾阵固若金汤 重骑兵几次向侧尾阵发起进攻 都颇有损失 这个时候呢 狡猾的长腿微微一笑 下令骑兵停止攻击 在一旁待命 然后搬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来自威尔士的长弓手 这个在日后英法百年战争中 大放异彩的远程兵种 正是由长腿发展起来的 因为它在位期间 彻底征服了英格兰西南部的威尔士 这才将威尔士长弓 引进整个英格兰 长腿命攻守们 集中火力向四个纹丝不动的侧尾阵 疯狂射击 而华莱士这边剩下的攻守 由于射程太短 根本无法还击 同时呢 长毛手们也只能在原地当火把子 因为一旦阵型出现松散 旁边虎视眈眈的重骑兵就会扑上来 所以啊 华莱士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士兵 在剑雨中一个个倒下 直到剩下的人数无法组成有效战型 长腿才命令停止射击 重骑兵立即发动冲锋 苏格兰人惨败 华莱士可以说被打得一点脾气也没有 只能逃离战场 好在长腿接下来并没有继续攻打苏格兰 可能是前期确实没做好准备 但是此战之后 华莱士的声望大跌 只好在同年9月辞去了英格兰保卫者的职务 开始转入地价工作 继续为苏格兰独立而四处奔走 据说呢 曾去法国进行过交涉 往后几年 长腿对苏格兰数次用兵 1304年初 华莱士又回到了战场上 再次带领部队抵抗英军 但那个时候大势已定 很快就失败了 几乎所有的苏格兰贵族都向长腿投降 剩下的几个反抗者首领也被流放到国外 第二年长腿再次将苏格兰 并入英格兰统治之下 如今只剩下华莱士 仍然在苏格兰境内逍遥法外 并且表示呢 坚决不对长腿效忠 长腿决定杀鸡警猴 开始大肆悬赏和搜捕华莱士 终于1305年8月初 华莱士被叛徒出卖 与格拉斯哥附近被捕 被押送伦敦之后 他接受了审判 被认定为背叛国王 而华莱士却坚定的说道 我从来没有效忠过爱德华 所以啊 我从来不曾背叛过他 很显然呢 英国人不听这一套 于是啊 对华莱士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之后将他绞死 开膛 首级被砍下了势众 尸体被分成数块 送往各地以警校游 然而华莱士的死 并没有让苏格兰人变得顺从 反而再度激起了人民 反抗英国暴政的情绪 后来贵族罗伯特布鲁斯顺势站了出来 成为了苏格兰国王 带领人们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1869年为了纪念华莱士 人们在苏格兰斯特林桥附近 建立起了华莱士纪念碑 里面还存放着他当年使用的大剑 1956年 一块牌匾在英国伦敦 史密斯菲尔德地区揭幕 这里是华莱士被处决的地点 牌匾上用拉丁文这样写道 我将告诉你真理 自由是最美好的 孩子们 永远不要像奴隶一样的活着 这句话 宛如电影中 他在最后时刻的那一声呐喊 也许一颗勇敢的心 永远都在向往自由 好的 今天的故事 我们就说到这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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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